他已完全失去了报复的能力了 房子猪却向詹子文保证道 不如这样吧 就看在你信重我的情谊 你选一个你最恨的人 我替你报仇好了 詹子文只在喉里呵呵地思想着 吕碧家只觉得房子猪这件意 很有趣 是不是请他拿刀和我决斗 是 房子猪梅花眼笑 你果然是叫天王的爱将 一说就懂 那你就做做好心 把刀设法给他拿着吧 吕碧家也笑了起来 索性把这出好戏唱完 他把刀递给詹子文 没用 接不着 他试了很多方法 最后奔的刀柄强塞入詹子文嘴里 让刀尖向着他 笑也道 你反正练的也叫废月神功 就像狗一样的把刀闲着吧 像蜘蛛一般咬我吧 你好运气的话 说不定能一击而中 一刀杀了我呢 然后他半转身子 向房子猪道 我差点忘了告诉你 刚才这儿还闯入了个 看到这儿 听到这里 仍在柜子里的龙蛇蓝 一颗心都几乎飞了出来 完了 吕碧家想起他了 这恶毒的人 要把他逆藏仪式抖出来了 可是 接下来发生的事 却完全出乎龙蛇蓝的意料之外 他几乎不能相信 自己目视所见的景象 但很快的 他又明白了 房子猪一面听吕碧家说话 一面笑着 然后突然出手 把吕碧家一推 这一推 吕碧家是完全没有防范的 他猛然着了一记 再后一退 用以卸开这陡然的力道 但房子猪就是要他退 他就是要推他往后退 吃的一声 沾奏文嘴里闲着的刀 便自他背后插入 从前面突破而出 一截明晃晃的刀尖 连同大鼓血拳 一起汹涌而出 吕碧家尖叫了一声 整个人都僵住了 但突出双目 死死地盯住了房子猪 房子猪拍手高声笑道 哈哈哈哈 大家都看见了 吕碧家阴谋背叛 重创大王 沾大当家神勇无比 灵威复仇 最后一击 手刃元凶吕某 得报大仇 死得光荣 他还不忘补充了一句 吕碧家为叫天王做事 死而后已 死得光荣 死得壮烈 大家都附和拍手 叫好不已 房子猪一再得手 敌手以尽为之歼灭 不免洋洋自得 故意相寻 好妹妹 你要告诉奶奶 什么事啊 说下去啊 吕碧家只瞪着他 喉咙咯咯有声 一个字也没说出来 他的眼光之毒 之恨 连一向性狠手辣的房子猪看了 也不免心中一阵颤力 说也奇怪 正好詹奏文这是一刀得手 为吕碧家重刀石后退拧身之劲 也使刀饿 几乎全底入咽喉 直到他满口嗜血 连剩下的坚持 也倒吞入肚 他的嘴里也咿呀作声 跟吕碧家一样 也语不成音 他们语不成声 龙舌兰可是又有了希望 毕竟吕碧家来不及 供出他逆藏之所来 就已经遭了毒手 只要房子猪不知道他在 他便有机会突破穴道 一旦不受禁止 便有机会逃出升天了 地下自由主 因眼前发生的触目景象而心乱 外面传来一些异想 他也不再关心 但他的武功习的是 三心两意 一心存乎之妙用 正好心越乱 欲发挥作用 他的穴道 其实已经冲开了一半 只听房子猪 哥哥笑道 你们两个 都在猴头里 哥哥有声 有何止事 如有一亿 一定照办 大王 该不是你一直在喊 给我一个鸡尾吧 他故意模仿着 詹奏文平时说话的语音 装模作样地调笑着 想他平时对着东方蜘蛛 处处唯命是从 谄媚有恐不及 极尽诱惑之能事 而今却对一个垂危的人 如此狭弄侮辱 可谓戴恶一击 沾蜘蛛依然作不得生 吕碧家却断断续续挣扎 艰苦地道 你敢杀我 你就不怕 扎天王生气 房子猪盈盈笑道 其实 我们流氓军早已分成 秦寿兵和畜生军两路 优秀的大步 给叫天王吸收过去 交给马军师 和大县神军 讲破晓调讯 至于我们这儿的联系和调控 实则 早已有于老三 逐渐取得了天王信任 接掌了过去 他本来就是叫天王身边 得力助手 于乐乐地包凶 而姑奶奶我 也不日 就直接跟从叫天王 直接成了他旗下大将 他说得春风得意 说不定 还成了他的 渣夫人 天王夫人呢 吕碧家 衙子欲裂 惨然中眼光吐露出 凶狠歹毒之意 连杀人不眨眼的 心不老 雷月鼓 吴忠奇看去 都为之胆战心寒 你好毒 可惜你下手造了一步 永远也不知道我说的 说的 你说造反的人吗 那不说是阴阳小生 陈石当家吧 他刚才还是英雄 放箭伤人就俘虏呢 光凭他一人 能做得了什么 迟早还不是给我翻出来 整治地死去活来 房子猪完全不把此事 放在眼里 这种事 还要你告诉我不成 吕碧家只冷笑 毕竟还是有一件事 房子猪是意料不着的 房子猪看了他的鬼笑 忽然有些疑惑 问 你还有什么秘密 吕碧家不说 气若犹思 房子猪看出端倪了 一把手揪住吕碧家的衣襟 你有什么没告诉我 快说 吕碧家怪笑了起来 房子猪急了 一手掏出纸金边 直抵着他的头颅 你说不说 不说我就一边砸了你的头 吕碧家马上扬起了头 眼神发亮 房子猪一看 就知道他求死心切 而且却隐瞒了件重要的事 立即把口气放软 柔声温语地道 吕碧家 吕碧家双眼无力地一翻 有气无神地问 你说 我还有得救 是啊 你说 可以治好我 对呀 吕碧家突然格格地狂笑了起来 房子猪恶然 吕碧家猝然披身 头一甩 双掌击向房子猪 房子猪一向保持警觉 吕碧家垂死反扑 他闪身击退 但没料到 对方刀仍在身 竟然如此凶暴 如此猛然拔刀 刀已离凶 伤处血喷如全 不仅为对方欺利所赦 虽避过恭喜 但吕碧家的头颅 猛烈地与钢鞭 棱峰相撞 立时泄流披脸 当堂气绝生亡 房子猪这一下 犹有余悸 心中忐忑 却听外面一人 常笑道 姑奶奶 别忧心忡忡 她要告诉你的事 我全知道 让我向你禀报吧 人随声道 房子猪显然是 很欢迎这个来人的 她一听她的声音就笑 一见她的人就拥抱 来人很瘦很干 整张脸都似插满了竹签 额上又似香了个 大咸淡 形貌古怪 不过 房子猪通常对一个人 好的时候 就是因为他有利用价值 现在正是这个人 最有价值的时候 房子猪若要重入中原武林 反击围剿他的势力 就一定要靠这个人 东方之猪 只属草莽枭雄 至多只能驰骋山野 纵横大漠 跟他在一起 再威风 也不过是当上压寨夫人 休想再扬威于中原武林 教天王则不同 他名众天下 在黑白绿武林同道 江湖各大门派都有地位 在庙堂朝廷 一样能执牛耳祭酒 而这俞华月 却是扎田王麾下重将 俞乐乐的兄弟 只不过两人 既遇从小不同 也自小分开而已 如今 有着俞华月帮他 支持他 站在他那边 自然就可以 不要吕碧佳了 所以他当然欢迎他 热烈欢迎他 不过俞华月一出现 第一件事并非跟他拥抱 而是向垂死兵中的 詹奏文抱拳棘手 急说了一句 我奉天王之命 非杀你不可 他再拘了一躬 抱歉 大王 借头一用 话一说完 刀光极闪 他抄起那把 刺入过吕碧家的刀 一刀 啄了他老大 詹奏文的头颅 段井还在 咕嘟咕嚕地 飙冒着浓血 好像一个罪老头 在讲义语 一刀啄掉 詹奏文的头后的余华月 把刀交回给房子猪 道 老教天王 一直教会我们一件事 房子猪补了一脚 把那一直在冒血的身躯 踢飞了出去 道 什么事 在这阶段里 大凡是有关他未来夫婿 或猎物的事 他都有兴趣听 他要等到嫁了过去 跟他长久在一起后 所谓长久 有时是一个月 有时是半年 有时甚至是三五年 又或是三两天 总之他一旦对他生厌了 就会巧妙而彻底地 中原武林被逼投靠东方支柱 他现在要重归江湖 他一定要得到 教天王的支持 才能够完成这个心愿 流氓军的恶名 已使蔡金铜冠 朱立王府 梁石成李延这些人 慢慢形成负累 他们虽利用过詹奏文和流氓军 做过不少伤天害理 铲除异己的事 可是当利用价值告一段落 而且流氓军之积怨 越来越甚时 又有别的势力 如太平军 已足可取代流氓军的地位 加上詹奏文逐渐做大福气 已不太接受调度指挥 这些朝廷重臣 便密令教天王 顺此追杀孙兴侠 对付铁游夏 消灭用心良苦涉之变 一并也把流氓军灭了 教天王自己也有充分的理由 铲平东方支柱的实力 一是因为詹奏文 目无余子 居然已有与他平起平坐之野心 二是 詹奏文已开始修习 废越神功 这种卑鄙也恐怖的可怕功力 一旦练成 此人就极不易对付 也更不易收拾 三是 房子珠与于华月 已主动连结示意 他们可为他办好这些事 余夏的流氓军仍为他所控 只不过改作山途艺个名号便得了 而且又能以残灭流氓军和东方蜘蛛这等败类 而对好正道武林 博得好评 其实在他发现这次叛变之前 流氓军的实力 大都已收编在军师马龙侠下的一支精兵 太平军里面 由大县神军蒋破晓率领 跟太平军的首领 横眉枭雄陈不该 连齐纵横大森林与大森林一带 既双龙出海首尾呼应 也便于控制 互为千机 正是用兵潜将的 加妙之道 事宜 詹奏文就何当遭检除 活该完蛋 当然 房子住此刻 最可切的 就是巴结联络隶属于教天王的势力 他每一件有关扎天王的事 都想知道 于华月也乐于让他知道 因为他既有教天王做后盾 这就是他过人之处 老教天王说 遇上真正的敌人 如果已经出手 就一定要将之杀死灭绝 然后才得意高兴无妨 要不然 他一天不死就会反扑 除恶物尽 斩草除根 也就是这个意思 是是是 房子住陪笑着 他很清楚地知晓 要不是这个三当家 今晚和他一直以来 都跟他合作出手 流氓军这些剩下来的干部 途中 他还不一定都能收眼 不服也不一定能干掉 所以他对的他 自然与众不同 却不知成朝贫那煞星 现在让三哥如何摆布了 是不是也除了根绝了火口了 你放心 于华月说起这事就颇为自得 我们今早以领军攻打一搏云吞的名义 主要是让你们在这儿部署妥当 并且各自在营中军中 彻底清除军中对蜘蛛王死尽忠心的败类 没想到一搏云吞的殿里 果然来了两个傻星 一个是银魔傻星孙青霞 一个是紫衣女神补龙舌兰 这两人在 眼尖鱼情内顾人马 便不好灭 我们便撤了回来 说到这里 断了一顿 龙舌兰听到这里 心跳也几乎停了一停 他一见鱼画月乍然出现 就知道大事不妙 好像自己原就在风雨飘摇中一朵花 而今更以蛇了 堕了 开始堕落了 他不是兵分两路 一路回到主队来 另一路去会和扎天王了吗 孙青霞不是追踪这 咸淡竹签脸的队伍去了吗 他现在在哪里 鱼画月怎会眉声眉息地回来了这儿 孙青霞是不是出意外了 他现在不禁为孙青霞担心 却偶尔听到 外面依然不时传来非常郁闷的微声 有时像几粒瓜熟落地 有时又似一头鳄鱼还是什么的 一口气吞噬了三只死鸭 在他眼前 鳄鱼倒是没有 长尾壁虎倒是有几只 有时已爬到他肩上 有一只比穿山甲小点 但又像是十以兽之内的物体 还在他腰间触动着 但一向见到小虫也会大叫的他 这次并没有叫出声来 是他不敢叫出声来 还是他的穴道尚未冲开 深知险境的他 此季正是生死关头 鱼画月正把话说下去 而且一路狂态 大大的胜利和失败 都容易把一个人的真性情 揭露出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